个税征收规模超2019年减税前 今年还有哪些改革新动作 上一轮减税后 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明显下滑 但守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和股权转让等财产性收入增加 个税收入保持快速增长 财政部近期数据显示 2021年个税收入为13993亿元 同比增长21% 超过了2018年个税收入规模 由于2019年 以减税为特征之一的个税改革全面实施 当年个税收入大幅下滑 但是后两年个税收入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速 2021年个税收入恢复至减税前水平 也由此个税收入超过国内消费税收入 夺回第三大市种位置 中国政法大学施政文教授 告诉第一财经 总的爱看 个税收入快速增长 反映了中国经济稳步复苏 居民整体收入稳步增长 以及高收入人群税费争管不断强化 个税收入稳步增长 有利于发挥个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促进社会公平 近年来 个税收入基本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 财政部数据显示 2018年至2021年4年个税收入增速 分别为15.9%-25.1% 11.4%和21%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 告诉第一财经 个税收入的增长 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密切相关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 人均收入水平快速增长 由此带动了个税税基的稳步提高 从而带来个税收入的快速增长 除了2019年由于个税改革 大幅增加基本减除费用 及专项附加扣除 并拉大了税率及据带来个税收入的同比下降 2020年我国完成了上一轮的个税改革 收入也在快速增加 所以同比税收收入自然呈上升趋势 李旭红说 去年的个税收入增长势头更猛 个税收入增速高出全国税收增速9.1% 这一方面与2020年受疫情冲击影响 前期基数相对较低有关 另一方面跟居民收入增长 和股权转让等财产性收入增加直接相关 客水增长反映了工资等收入稳步增长 这一方面与经济复苏 带动居民收入上涨有关 也跟政府政策举措上提高居民收入 让老百姓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促进共同富裕有关 施政文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9.1% 扣除价格因素后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 快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施政文表示 去年政府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调节力度 高收入人群税收增管力度进一步加强 不少明星 网红主动补税等 这客观上也会形成个税增收 比如 去年威亚因偷逃税被追缴税款 加收至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 在主动补税可以减轻或免罚政策下 新华社去年12月报道称 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 李旭宏表示 近年来 我国家大规范资本所得的管理 尤其是以数字税税收中管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 税收的有效征收率进一步提高 对偷逃税行为予以打击 进一步保障了个税的税源及国家财政的基础 他认为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份的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将发生相应变化 尤其是我国实施减税降费等措施 人民将会获得更多的收入分配及财富积累 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将成为趋势 因此在税制结构中 个税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其中如何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税负 有效管理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是关键 2019年个税改革 迈出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税制度的一大步 将工资薪金 劳务报酬等四项收入合并为综合所得 采取统一的3%至45%期档 超额内进税率 提高企征点至每月5000元 扩大中低档税率急剧 实际起到降低税率效果 并引入子女教育 赡养老人 住房贷款利息 住房租金等六项专项附加扣除 施政文表示 居民收入稳步上涨的同时 物价也在上涨 因此收入实际涨幅会低一些 在个税超额未进税率下 收入上涨到一定水平 是有个税税率会爬升 为了消除因为通胀带来的收入上涨时的税率爬升 不少国家会对基本减除费用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做动态调整 目前中国距离2019年改革已经过去三年 未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适时适度调整相应扣除标准 此前财政部公开表示 5000元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 不是固定不变的 今后还将结合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 以及城镇居民基本消费支出水平的变化情况 进行动态调整 另外财政部还明确 十四五时期要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 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政策体系 李旭红表示 我国将继续通过扩大综合所得的范围 优化专项附加扣除等改革 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使其发挥更为重要的组织财政收入 及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效能 但是改革与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完善 今年个税相关政策将灭临调整 不久前国务院已经明确 今年继续延续个税年终奖单独计税等优惠政策 立即减税1100亿元 另外在中央部署下 财政部税务总局等提出三岁以下 婴儿照护服务费用 纳入课税专项扣除建议方案 多位财税专家告诉第一财经 三岁以下婴儿照护服务费用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有望今年出台 这将减轻父母养育成本 此外高收入人群税费征管也将继续强化 严打偷逃税行为 为了打击一些高收入人员 套用和定征收方式逃税问题 台政部税务总局不久前发文 持有股权 股票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等权益性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一律适用查账征收方式 继征个人所得税 施政文表示 未来要继续强化对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所得的税费征管 与此同时完善相关政策 发挥个税对高收入人群调节作用 另外个人综合所得最高边际税率 也可以随着相关改革推进 事实适度下调 以吸引高端人才激励创新